沈春华 1960年2月13日 高雄人 台湾地区新闻界人物 是中天电视台晚间新闻的当家主播 她在1980年代担任儿童节目主持人 而成为当时台湾小朋友口中的沈姐姐 1981年毕业于辅人大学大众传播学系 随后赴美留学 于1989年获得南加州大学媒体管理硕士 回到台湾后级成为专业新闻人 之后她也开设个人节目 沈春华Live Show 与许多明星、政治人物、企业家等人面对面采访畅谈 靠着该节目再度拿下金钟综合节目主持人奖 让她成为有史以来电视金钟奖得奖次数最多的得奖者 可说是电视金钟的未免者 除了荣获金钟奖 沈春华在中视播报新闻时 也同时创下收视率2.62 平均每分钟57万观看的记录 几乎可以说是王牌收视保证 沈春华播报新闻风格随和 而获得许多民众喜爱 常有民众将钱财托付给她 请她代为作善 是,其公信力可见一斑 沈春华是金钟奖新闻节目主持人奖项入围名单的常客 获奖颇丰 在娱乐圈打拼多年的沈春华自然是赚得盆满钵满 前几年古山美术馆特区署知名豪宅聚落 过去十年趋断房地价出现大幅成长 当中赚取投资收益的人不少 其中便包括沈春华 爆料人指出沈春华于2009年在美术馆特区美术东二路 购入大楼泰普风格一楼店面 到2019年底已超过5100万元转售 十年期间不计入租金收益 光是增值价差就赚入2000万元 当年沈春华还没从主播台上下来时 一双儿女都还年幼 外人看他在工作上游刃有余 但身为妈妈却屡遭挫折 处理新闻得快很准 放在只想妈妈陪伴的儿女身上 就成了灾难 沈春华逐渐发现 面对孩子应该放缓步调 他自省之后改变作风 前阵子还听到儿子赞美 有了 妈妈有进步很多了 不像以前那么急了 沈春华说 我也是当了妈妈之后 才学习做妈妈的 过去作为一个高压而忙碌的新闻主播 家庭和事业同样需要付出心力和时间 让沈春华蜡烛两头烧 最累的时候 曾经一边为兄妹俩讲床边故事 一边在孩子的床上打盹 如今回想起来 当时的疲惫不堪已经消失 只剩美好甜蜜的回忆 关于零用钱的给予 他是这样说的 之前有一个妈妈上网询问 一天给女儿三百元零用钱够不够 结果引起许多网友的热烈回 想 同样身为妈妈的知名主播沈春华 今天自曝 他的小孩国小钱 完全没有零用钱 国中以后一 周可以用一百五十元 高中则调整为一周三百五十元 如果还有其他必须超出零用钱的花费 他会与儿子讨论商量这笔支出 是否必要 沈春华有多少能耐才能够有多少开支 没有任何东西 是父母理所当然给你的 沈春华也聊到自己买奢侈品给儿子的经验 那是他买给儿子的大学礼物 买了一件 潮牌牛仔裤给他 儿子原本看到价格还不敢买 最后沈春华还是掏腰包买给他 他说 因 为我本来就跟他说好 要送他一个礼物 我希望他开心 但是 回家后 我也认真地告诉他 这裤子 可能是很多学生 好几个月的生活费 有多少能耐 才能够有多少开支 这件牛仔裤 是因为妈妈有能力买 不是你理所当然应得的 沈春华教育儿子的方式 学会要小孩懂得珍惜物品与金钱 并懂得钱要花在刀口上的道理 真的很重要啊 2021年4月 沈春华在社交账号上 分享了儿女写给他的卡片 儿子写道 一年半前的我 从未想过可以落脚硅谷 在一流新创公司做大数据 谢谢妈妈 女儿则说 我常惦记着您 也时常回忆着我们母女时光 海外留学虽然艰辛 但努力是值得的 父母放手是值得的 可见母子三人的好感情 沈春华将良好的亲子关系 归功于三个人共同的努力 因为对彼此的包容 亲子距离才能逐渐拉近 亲子故事 没有一帆风顺的 沈春华感叹地说 忙碌的工作 让他少有闲暇 尽管疲惫不堪 仍坚持陪伴孩子成长 孩子永远是我心中排序的第一名 从未改变 他相信亲子之间的距离 是需要双方共同推进的 即便现在儿子在美国硅谷工作 女儿则在美国念大学 沈春华与儿女远距离 心却是接近的 此外 沈春华和老公的感情也很稳定 结婚二十多年 两人依旧甜蜜如初 在2018年3月6日晚间 沈春华和老公一起在百货公司用餐 即使昔日光环已淡去 但仍有许多民众认出他 纷纷在一旁怯怯思语 反倒是沈春华格外淡定 不为他人眼光享受着与老公的两人世界 用餐席间沈春华接了通电话 一讲就是二十几分钟 但老公似乎已习惯主播的忙碌生活 脸上没有一丝不耐烦 自己起身到餐厅外 逛了一圈再回座位等候 两人老夫老妻的相处模式 十分简单幸福 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 沈春华工作闲暇之余 都会和老公外出散散步 逛街 逛花室等等 为婚姻生活找到新火花 提到两人爱情时 沈春华透露 他与老公是在美国游学认识 远距离恋爱长跑了六七年 最后决定护许终生 也坦言自己在老公面前 就是个小女人 其实在他心里 我还是一个蛮单纯 天真的女人 在家可以完全卸下工作 慵懒地躺在沙发 沈春华当年主持 《我爱红娘》轰动一时 撮合上百对家偶 俨然成为月老代言人 他也自信具有一双看人鹰眼 而沈春华和老公为了庆祝 两人二十五年 迎婚 还特地飞到泰国普吉岛庆祝 除了享受两人度假时光 两人更换上结婚礼服 重温二十五年前新婚时的幸福回忆 照片中 只见沈春华穿上全白纱裙 下半身也套上透明薄纱 一双纤细眉腿若隐若现 相当性感 老公胡正康则穿上全黑色西装 打上隆重的领结 夫妻更守牵手 漫步在碧海蓝天下的海岸边 并对视而笑 画面既浪漫又唯美 针对魁维二十五年重拍婚纱照 后来沈春华在社交账号上 回顾这趟普吉岛之旅 透露当时顶着三十度的高温 忍受着相对匮乏的配套条件 感受着在天之崖 在海之角 跋山涉水 就像是婚姻经营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沈春华透露与丈夫相知湘西二十五年的 银婚 真谛 其实就是追求幸福要忍耐 行之狗有恒 久久自芬芳 2020年2月13日是沈春华六十大寿的日子 众人齐聚一起帮陪伴大家许久的专业主播庆生 生日派对上众星云集 可以见到李燕秋 靳秀丽 汪用和 周慧亭等当年最红的主播 沈春华在现场与老公和好友叶树山大跳热舞 儿女也用影片对母亲献上祝福 场面既温馨又欢乐 从照片中还可以发现 沈春华几乎与当年无异 身材与容貌保养得非常好 完全看不出年龄与岁月留下的痕迹 拿过十三座金钟奖的沈春华 全胜十七年薪高达八百万元 2012年离开中式转台年代 主持从台湾看全球节目 月薪约112万元 转战八大主持政治专访新闻会课时后 又付出播报八大晚间新闻 据悉年薪约500万元 近年来随着时代演进 网络科技更加发达 从2017年开始沈春华也转换舞台 来到新媒体关键评论网沈春华关键秀节目中担任主持人 开始改做网络直播 沈春华曾主持网络直播节目沈春华关键秀 他也接演讲活动 在2018年还首度尝试主持IC之音逐科广播节目春风华语 聚焦台湾 一周录一次 他认为现在媒体环境结构改变 自己也要与时俱进 不会设限工作内容 而且广播和演讲时间弹性 让他有更多时间做想做的事 之后还会和老公外出游玩 未来有机会 沈春华也不排斥再回电视圈 但眼前电视环境艰困 预算吃紧 他觉得顺其自然就好 配合 廻生 廃生 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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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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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涻生 感谢观看